龙崇阳死了以后 当晚亭林灌中 谁想到不到三更 就出了事 周伯通说到这儿 郭敬问 啊 出了什么事 周伯通说 那天晚上 我和全真教的七个大弟子守灵 半夜里突然有敌人来攻 啊 又来的个个都是高手啊 全真七子立即分头迎敌 七子怕敌人伤了师父遗体 把对手都远远的引到灌外拼斗 只有我独自守在师哥林前 突然这个灌外 有人喝到 快把九阴真经浇出来 金牌快报 非本分纪 精彩奥运 本节目由北京一栋 特约播出 插播最新的奥运快讯 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 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 获得北京奥运会自行车 女子个人计时赛金牌 这一刻 汇聚了十三亿的力量和梦想 十三亿的共鸣汇成一个声音 猛牛只为优质生活 否则一把火烧了你的全真倒灌 我向外一瞧啊 不由的倒抽了一口凉气 只见一个人站在树枝上 顺着树枝起伏摇晃 哎呀 那一身轻功可真了不起 当时我就想 这门轻功 我可是不会 他要是肯教我 我不妨拜他为师 但转念一想 不对 不对 这个人要来抢九阴真经 不但拜不得师 这一架还非打不可 明知都打不过他 也只好和他斗一斗了 兄弟 你猜我怎么着 我纵身出去 跟他在树顶上 拆了三四十招 哎呀 越打越是胆寒哪 这个敌人年纪 比我小得好几岁 但是出手很辣至极 我硬接硬架 到底功夫还是训他一筹 肩膀上被他打了一掌 摔下树来了 郭靖奇怪 啊 大哥 你这么高的武功 还打不过他 那是谁啊 哎 你猜啊 你猜啊 你猜是谁 吸毒 哎 行啊 小子 这次你居然猜中了 嗯 兄弟心想 再是武功能比大哥高的 也只华山论剑的五个人 红恩师为人光明磊落 那段皇爷既是皇爷 总会顾到自己身份 黄岛主为人怎么样 兄弟虽然不深知 但瞧他气派很大 一定不是成人之危的卑鄙小人 说到这儿 花树外边突然有人喝到 小畜生 还有眼光 郭静跳起身来 抢到说话之人的所在 嘿 那个人身法好快啊 早就踪影全无了 只见几棵花树 还在晃动 花瓣纷纷的下落 周伯通说 兄弟回来吧 那是黄老邪 他早走得没影了 郭静回到严栋的前面 周伯通接着说 哎呀 这个黄老邪 精于奇门五行之术 他这些花树 都是依着诸葛亮 当年八镇图的方法 种植的 郭静很吃惊 诸葛亮的八镇图 啊是啊 黄老邪聪明极了 琴棋书画 一补星象 以及农田水利 经济兵略 无一不小 无一不精啊 只可惜啊 他是一定要跟我老顽童过不去 我呢 偏偏又打不过他 他在这些花树之中 东穿西钻的 别人再也找不到他 郭静伴上不言语 想着黄耀师一身的本事 不禁很神嘛 隔了一会儿 大哥 那你被吸毒打下树来 后来怎么样 周伯通一拍大腿 啊对了 这次你没忘说 后来怎么样 哎 你得提醒我说故事啊 我呀 我中了欧阳峰一掌 痛入心肺 半天动弹不了 但见他奔入灵堂 也顾不得自己已经受伤 舍命追进去 只见他抢到师哥灵前 伸手就去拿供在桌上的 内部经书 我是暗暗叫苦啊 自己啊 既然打不过他 众师职又都在外面打呢 就在这紧急当口 突然间咔啦一声巨响 你猜怎么着兄弟 怎么着了 棺材盖上 木屑纷飞 穿了一个大洞 郭靖师太吃惊了 啊 欧阳峰用掌力 镇破了王真人的灵灸 周伯通说 不是 不是兄弟 是我师哥自己 用掌力镇破了灵灸 您说荒唐不荒唐 啊 人死了 还有这功夫 郭靖 惊得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 说不出话来 啊 你奇怪啊 你以为 是我师哥死后显灵 还是还魂复生啊 都不是 他是假死 啊 假死 是啊 原来呀 我师哥死前几天 已经知道 吸毒在旁边躲着 只等他一死 就来抢夺经书 因此呢 以上城内功 避弃装死 但要是告诉弟子真相 让他们假装悲哀 就是怕不大像 那吸毒狡猾无比 必定会看出破绽 一定另生毒计 所以呢 众人都不知情 当时啊 我师哥是身随长起 飞出棺材 迎面一招 一扬指 向那吸毒点去 欧阳风明明在窗外 见我师哥世事 一切都瞧得清清楚楚啊 这时候 忽然见他从棺材中 飞跃而出 哎呀 吓得魂不附体啊 他本来就对我师哥 十分发怵 这时候 大惊之下 来不及运功抵御 我师哥一击而中 一扬指 正中他的眉心 破了他多年苦练的蛤蟆功 欧阳风 逃回西域 听说呀 从此不到中土了 我师哥一声长笑 盘膝坐在供桌之上 我知道 使一扬指 极耗精神 师哥一定是在运气养神 当下也没惊动他 赶快跑去接应众师职 杀退来袭的敌人 众师职听说师父没死 无不大喜 一起回到道观 哎呀 却是齐声叫苦啊 啊 怎么了 大哥 只见我师哥 身子歪在一边 我抢上去一摸呀 全身冰凉 这回是真的死了 师哥一言 要把九阴真经的 上卷和下卷 分放两处 以免万一有什么措施 也不至于同时落入奸人的手中 我把真经的上卷藏妥之后 身上带了下卷经文 要送到南方燕荡山去收藏 途中 却撞上了黄老邪 郭静问 那后来 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呀 这个黄老邪为人虽然古怪 但是他十分骄傲自负 绝不会像吸毒那么不要脸 赶来抢抢经书 可是那一次 遭在他的新婚妇人 正好跟他在一块 郭静心想 哦 那是荣儿的母亲了 他跟这件事 不知又有什么关联呢 就听周伯通说 我见他满面春风 说是新婚 我想这个黄老邪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这个逃老婆有什么好啊 就取笑他几句 这个黄老邪呢 倒不生气 反而请我喝酒 我就跟他说起这个诗歌 假死复活 击中欧阳峰的情犹 黄老邪的妻子听了 他就求我 说什么这个借经书看看 他说他不懂半点武艺 只是心里好奇 想见见这部 害死了无数武林高手的书 到底是什么样 我自然不肯呢 黄老邪对这少年夫人宠爱得很 什么事都顺着他 他就说 哎呀 伯通啊 这个内子当真一点不会武功 他年纪轻 爱新鲜玩意 你就给他瞧瞧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黄药师 只要向你的经书 瞟了一眼 我就挖出这对眼珠子给你 行不行 黄老邪 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物 说了话当然言出如山呢 但是这部经书 实在关系太大 我只是摇头 黄老邪不高兴了 说我岂不知你有为难之处啊 你肯借给那人看看 黄某人总有报答你全真派的时候 要是一定不肯 那也只得有你 谁叫我跟你有交情呢 哎 咱们可说清楚啊 我跟你有交情 跟全真派的弟子们可没交情啊 我懂得他的意思 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到 他不好意思跟我动手 却会找借口去跟马玉 邱楚基他们为难 这个人武功太高 惹恼了他 可真不好办 郭靖说是啊 马道长邱道长他们 是打不过他的 那时候我就说了 黄老邪 你要出气 尽管找我老顽童 找我的师侄们干什么 这不是以大欺小吗 他夫人听到我老顽童这个外号 咯咯一笑 啊周大哥 你爱胡闹顽皮 大家可别说拧了淘气 咱们一起玩玩吧 您的宝贝经书啊 我不瞧也罢 他转头对黄老邪说 看来九阴真经 是被那姓欧阳的抢去了 周大哥拿不出来 你又何必苦口逼他 让他失了面子呢 黄老邪就笑着说 是啊伯通 还是我帮你去找那老毒物算账吧 他武功了得 你是打不过他的 郭靖听到这心想 荣儿的母亲跟他一样 精灵古怪 就插嘴说 大哥 他们那是在击你啊 周伯通说 这这这我当然知道 这我还不懂吗 但这口气 我不肯说 啊 我说经书是在我这 借给嫂子看一看 远也无方 但你瞧不起老顽童 守不住经书 你我先比划比划 黄老邪笑了 说比武伤了和气 你是老顽童 那么咱们就比比孩子们的玩意儿 我还没答应呢 他夫人先拍手叫起来了 说好 你们两个人比赛 打十袋 郭静微微一笑 周伯通说 打十袋 那算他说对了 这个我最拿手 比就比 难道我还能怕他不成 黄夫人在旁边笑着说 周大哥 要是你输了 就把经书借给我瞧瞧 但要是你赢了 你要什么 黄老邪说 全真叫有宝 难道桃花岛就没有啊 他从包裹取出一件黑油油 满身道刺的衣服 在桌上一放 你猜是什么 郭静说 软胃甲 对啊 这个你也知道 当时黄老邪就说 伯通 你武功卓绝 自然用不着这副甲护身 但是以后你娶了女顽童 生下小顽童 小孩穿这副软胃甲 可是妙用无穷 谁也不能欺负他 你打十袋 只要剩了我 桃花岛这件镇岛之宝 就是你的 我说了 女顽童 那是说什么也不能娶的 小顽童当然 就更不生了 不过你这副软胃甲 武林中大大的有名 我迎到手来 穿在衣服外面我 我在江湖上 到处我大摇大摆 我抽抽风头 这倒也不错 好让天下豪杰都知道 桃花岛主 栽在老顽童手里 黄夫人接口说 您先别说嘴 哥俩比了再说 当下三人说好 每人九粒十蛋 共是十八个小洞 谁的九粒十蛋 先打进洞 就是谁胜 郭靖听到这儿 想起当年和异地拖雷 在沙漠中玩十蛋的情景 不禁微笑 周伯通说 十蛋子我随身带着 有的是 于是三个人 同到屋外空地上 去比试 我留心瞧黄夫人的身形步法 果然她没学过武功 我在地上挖了小孔 让黄老邪先挑十蛋 她随手拿了九颗 我们就比了起来 她暗器功夫 当事独步 弹指神通 天下有名 她以为 取准的本事远胜过我 玩起这个来 必能占上风 他哪知道 这种小孩的玩意 跟暗器虽然大同 却有小异 中间另有窍门 我挖的小洞又很特别 十蛋子打了进去 就会再跳出来 打蛋的时候 不但尽力 必须用的不轻不重 恰到好处 而且这个尽力的结尾啊 还得一收 把反弹的力道消了 十蛋才能留在洞内 郭靖想不到 中原人士打十蛋 还有这么多讲究 蒙古小孩可就不懂了 只听周伯通 得意洋洋的接着说 啊 那个黄老邪连打三颗十蛋 都是不错毫厘的进了洞 但是呢 一进去 却又跳了出来 嘿嘿 等他悟到其中道理 我已经有五颗担子进了洞 他的暗器功夫 果然厉害 一面把我剩下的担子 撞在最不易使力的地方 一面也打了三颗进洞 但是我既然站了先 怎么能让他赶上呢 你来我往的争了一阵 我又进了一颗 哎呀 我可是太得意了 直到这回 他输定了 就是神仙 也帮不了他 哎 谁知道啊 这个黄老邪忽然使用诡计 你猜是什么 郭靖说 他用武功 伤你的手 是不是 不是 黄老邪呀 坏得很 绝不用这种笨法子 打了一阵 他知道绝胜我不了了 忽然手指上 暗运潜力 三颗担子出去 把我剩下的三颗担子 打得粉碎 他自己的担子 却是完好无缺 啊 那你没担子用了 是啊 我只好眼睁睁地瞧着他 把剩下的担子 一一地打进了洞 这样 我就算输了 郭靖说 那不能算数啊 哎 我也是这么说呀 但是黄老邪说了 不通 咱们可说得明明白白 谁的九颗担子先进了洞 谁就算赢 你耍赖那可不成 别说我用担子 打碎了你的担子 就算是我硬抢了你的 只要你少了一颗担子入洞 那就是你输了 我想他虽然使奸 但总是怪我自己 事先没料到这一步 再说 要我打碎他的担子 而自己的担子不损 那时候我的确也办不到 心里边呢 也不禁对他的功夫 很是佩服 就说 那黄家嫂子 我就把经书借给你瞧瞧 今天天黑之前 可得还给我 我补上了这句 那是怕他们一借不还 他们胡赖 就说 我们又没说借多久 这会儿没看完 你管得着吗 这么一来经书 到了他们手里 十年是借 这一百年也是借 郭靖点头说 对 幸亏大哥您聪明 料到了这招 如果是我 一定上了他们的大当 周伯同摇头说 说到聪明伶俐啊 天下又有谁 赶得上黄老邪的呀 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 居然找到了一个 跟他一样聪明的老婆 那时候黄家嫂子 微微一笑 说周大哥 你号称老顽童 人可不糊涂啊 你怕我刘备借荆周 是不是 我就坐在这儿 坐着瞧瞧 看完了马上还给你 也不用到天黑 你不放心 在旁边守着我就是 哎 我听他这么说 就从怀里取出经书 递给了他 这黄家嫂子接过来 走到一棵树下 坐在石头上 就翻了起来 黄老邪呢 见我神色之间 总有点提心吊胆 就说 老顽童 当世之间有几个人的武功 胜得过你我二人呢 我说 胜得过你的未必有 胜过我的 连你在内 总有四五个人吧 黄老邪笑了 那你太捧我了 东邪 西独 南地 北盖四个人 武功各有所长 谁也胜不了谁 欧阳风 既然被你师哥 破去了蛤蟆功 那么十年之内 他是比兄弟要训一筹的了 还有个铁掌水上飘 求千任 听说武功也很了得 那次华山论剑 他没来 但他功夫再好 也未必真能出神入化 老顽童 你的武功 兄弟绝不敢小看了 除了这几个人 武林中数到你是第一 咱俩连起手来 当事无人能敌 我说那自然 黄老邪说 所以啊 你何必心神不定呢 有咱哥俩守在这 天下还有谁 能来抢得了你的宝贝经书去啊 我一想不错 稍稍宽心 只见黄夫人 一夜一夜的从头细读 嘴唇呢还微微的动 我倒觉得有点好笑了 《九阴真经》里所写的 都是最密傲精深的武功 他武学一窍不通 虽说书上的字 哥哥都认得 就怕半句的意思 也不能领会 他从头到尾 慢慢读了一遍 足足花了一个时辰 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眼见他翻到了最后一页 心想总是瞧完了吧 哎 哪知道 他又从头再瞧 不过这次读得很快 只一杯茶的功夫就瞧完了 他把书还给我 还笑着说 周大哥 你上了吸毒的当了 这部不是《九阴真经》 周伯通接着给郭靖讲故事 哎呀 这个黄夫人 把书瞧了两遍 他把书还给我 跟我说 周大哥 你上了吸毒的当了 这部不是《九阴真经》 我大吃一惊 怎么不是啊 这明明是诗歌 留下来的 模样一点不错呀 黄夫人却说 模样不错有什么用啊 欧阳风把你的经书 调包调去了 这是一部算命占卜用的杂书 郭靖很吃惊 啊 大哥 难道欧阳风 在王真人从棺材中出来之前 已经把真经换了 周伯通说 当时我也这么想 可是我素知黄老邪 专爱做鬼精灵的事 他夫人的话 我也不敢相信 黄夫人见我半信半疑 又问 周大哥 九阴真经 真本的经文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我说 自从经书归了先师兄之后 没人翻阅过 先师兄当年 曾说 他以七日七夜之功 夺得经书 是为武林中免除一大祸害 绝无自立之心 所以给全真派弟子留下一言 任谁 不得习练经中所写的武功 黄夫人说 王真人这番仁义之心 真是令人钦佩不已 可是也正是这样 才着了人家的道 周大哥 你翻开书来瞧瞧 我当时很迟疑 记得师哥的遗训 不敢动手 黄夫人说 这是一本江南到处流传的 占卜之书 不知半文 再说了 就算是九阴真经 你只要不练其中武功 瞧瞧 没关系啊 我就翻开一页 见书里写的 正是各种武功的练法和秘诀 怎么是占卜星象的书呢 可是那个黄夫人说了 这部书啊 我五岁的时候就读着玩 从头到尾背得出来 我们江南的孩子 十个有九个都曾熟读 哎 你要是不信 我背给你听听 说了这几句话 就从头流水似的 还背下来 我对着经书瞧 嘿 果然一字不错 我全身都冷了 黄夫人还说呢 任你从哪一页中间 抽出来问我 只要你提个头 我就能背得出 这是从小读熟了的书 到老也忘不了 我就从中抽了几端问他 他当真是背得滚瓜烂熟 没有半点吃意 黄老邪哈哈大笑 我是怒从心起 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 火折一晃 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 黄老邪忽然说 老顽童 你也不用发孩子脾气 我这副软胃夹 送给你吧 我不知道是受了他的愚弄 以为他瞧着过意不去 因此想送我一件重宝 消消我的气 哎呀 当时我心中恼怒异常 又想这是人家镇倒之宝 啊 怎么能要呢 就谢了他几句 回到家乡去闭门习武 那时候我知道 武功不是欧阳峰的对手 决心苦练五年 练成几门厉害功夫 再到西域去 找吸毒要书 我师哥教下来的东西 老顽童看管不住 怎么对得住师哥呢 郭靖说 这吸毒如此奸华 那是非跟他算账不可 但是你和马道长 邱道长他们一起去 声势不是大得多吗 周伯通说 哎 也只怪我好胜心强 以致受了愚弄 一直不知道 当时只要和马玉 他们商量一下 总有人瞧出这件事 里边有破绽呢 过了几年 江湖上忽然有人传言 说桃花岛门下黑风双煞 得了九阴真经 练就了几种 经中所写的精妙武功 到处为非作歹 起初我还不相信 可这件事越传越盛 又过一年 邱楚基忽然来到我家 说他打听清楚了 九阴真经的下卷 的确是被桃花岛的门人得去了 我听了很生气 这个黄药师不够朋友 邱楚基就问我师叔 怎么说黄药师不够朋友呢 我就说 他去跟西独要书 事先不跟我说 要了书之后 就算不还我 那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郭靖说 黄岛主把经书夺来之后 或许本想是还给你的 哪知道被他不孝的徒弟偷去了 我瞧啊 他对这件事恼怒得很 连四个本无辜的弟子 都被他打断腿骨 逐出师门了 周伯通不住的摇头 哎 你跟我一样的老师啊 这件事要是撞在你的手里 你也一定受了欺骗 你还不知道 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帮着人数钱呢 你 那次邱楚基 跟我说了一阵子话 研讨了几天武功 才跟我分手 过了两个月 他忽然又来瞧我 这次打听出 陈玄峰梅超峰二人 的确是偷了黄老邪的经书 在练九阴白骨爪和崔心掌 两门邪恶武功 他冒了大险 偷听黑风双煞的说话 才知道黄老邪这卷经书 原来并不是从欧阳峰那里夺来 却是从我手里偷取的 郭靖很奇怪 大哥 你明明把书烧了 难道黄夫人掉了包去 还你的是一部假经书 周伯通说 这一招我早就防到的 黄夫人看那部经书的时候 我眼光没有一会儿离开过他 他不会武功 手脚再快 也逃不过咱们练过 暗器之人的眼睛 他不是吊包 他是硬生生的 看过就记住了 郭靖说啊 有这么厉害 兄弟啊 你读书读几遍才背得出啊 容易的大概三四十遍 要是又难又长的 那么七八十遍 一百遍也说不定 就算一百多遍 也未必准背得出来 是啊 说到资质 你的确是不算聪明 兄弟天资鲁顿 不论读书习武进步 都慢得很 读书的事 你不大懂 咱们只说学武吧 师父教你一套拳法掌法 只怕总得教上几十遍 你才学会吧 郭靖脸上很惭愧 是 有时候学会了 却记不住 有时候记倒是记住了 偏偏又不会使 可是世间呢 却有人只要看了旁人 打一套拳脚 立时就能记住 郭靖说 一点不错 黄岛主的女儿 就是这样 红恩师教她武艺 顶多教两遍 从来不教第三遍 周伯通缓缓地说 哎呀 这位姑娘这么聪明 可别像她母亲一样 短寿啊 那次黄夫人 借了我经书去看 只看了两遍 可是她已经一字不漏地记住了 她跟我一分手 就默写出来给她丈夫 郭靖不禁大吃一惊 隔了半天才说 黄夫人不懂惊中的意义 却能从头到尾地记住 世上怎么能有这么聪明的人呢 周伯通说 只怕你那位小朋友黄姑娘 也能 我听了邱楚姬的话以后 又惊又愧 约了全真教七名大弟子会商 大家决定 去逼黑风双煞交出经书来 邱楚姬说 那黑风双煞纵然武功高强 也未必胜得了全真教门下的弟子 他们是您晚辈 师叔您老人家不必亲自出马 不要被江湖上英雄知晓 说咱们以大压小 我一想不错 当下命楚姬楚姨二人 去找黑风双煞 其余五人在旁接应监视 以防双煞漏网 郭靖点头说 全真七子一骑出马 黑风双煞是打不过的 不禁想起当年 在蒙古悬崖上 马玉和六怪假扮全真七子的事来 周伯通说 哪知道 楚姬楚姨赶到河南 双煞却以踪影不见 他们一打听 才知道 是被黄老邪另一个弟子陆成锋 约了中原豪杰数十条好汉 围攻他们二人 打算把他们抓住 送去桃花岛交给黄老邪 不料还是被他们逃得不知趣意下 国靖说 陆庄主无辜被逐出师门 也真该恼恨他的师兄师姐 周伯通说 找不到黑风双煞 当然得去找黄老邪 我把上卷九阴真经带在身边 以防精一离身 又被人偷了去 到了桃花岛上 我就责问他 黄老邪说 哎 伯通啊 黄药师素来是说一事一 我说过 绝不向你的经书瞟上一眼 我什么时候瞧过了 我看过的九阴真经 是内人笔录的 可不是你的经书 我听他强词多礼 自然大发脾气 三言两语 跟他说僵了 要找他夫人评理 他脸带苦笑 带我到后堂去 我一瞧之下 吃了一惊 原来黄夫人 已经逝世 后堂供着他的灵位 我正想在灵位前行礼 黄老邪冷笑 老顽童 你也不必假惺惺了 要不是你夸耀什么狗屁真经 我这夫人也不会离我而去 原来呀 黄夫人为了帮着丈夫 记下了经文 黄耀师因为那真经 只有下卷 练习有害 要设法得到上卷以后 才自行休息 哪知道 却被陈玄峰和梅超峰 给偷去了 黄夫人为了安慰丈夫 她就想把经文 再默写出来 她对经文的含义 本来毫不明白 当时一时应记下来的 到那个时候呢 已经事隔数年 怎么还记得起来呀 那时候她怀孕 已经有八个月 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 写下了七八千字 可都是前后不能连贯 心智浩劫 忽然流产 生下了一个女婴 她自己 可也是游进灯窟 任凭黄耀师再有本事 终于也没救了 爱妻的性命 那个黄老邪呢 本来就爱迁怒旁人 这时候爱妻逝世 心智失常 对我胡言乱语一番 我念她心丧妻子 也不跟她计较 只笑了一笑 我还跟她说 你呀 你是习武之人 把夫妻之情 瞧得这么重 也不怕人笑话 她说了 我这位夫人与众不同 我就说 你死了夫人 正好专心练功 要是换了我呀 正求之不得呢 老婆死得越早越好 恭喜 恭喜呀 郭靖哀悠一声 大哥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周伯通双眼一翻 我怎么说呀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有什么说不得的 可是黄老邪一听忽然大怒 发掌向我批来 我二人就动上手了 这不吗 这一架打下来 我在这待了十五年了 郭靖说 你输给他了 周伯通笑了 那要是我胜 那还在这干嘛呀 你傻呀你 他打得我重伤吐血 我逃到这洞里 他追来又打断了 我的两条腿 逼我把九阴真经的上卷拿出来 说要火化了 祭他的夫人 我把经书藏在洞内 自己坐在洞口守住 只要他一用墙抢夺 我就把经书毁了 他就说 嘿 总有法子 叫你离开这洞 我说 那咱们就试试 这么一号 我们俩就对号了十五年 这个人自负得很 他也不饿我逼我 当然 更不会在饭菜里边下毒 就是千方百计的 引诱我出动 我出动大便小便 他也不承虚而入 有时候我假装大便了一个时辰 他心痒难挠 居然也沉得住气 说着哈哈大笑 郭靖听了也觉得有趣 这位靶兄还在这种事上跟人斗志 这十五年下来 他用尽了心智 始终奈何我不得 只是昨晚 我差点着了他的蛋 要不是鬼使神差的兄弟 你正巧敢来帮助我 这经书啊 已经到了黄老邪手中了 黄老邪这套碧海潮声曲之中 含有上乘内功 我真了不起的很呢 郭靖听他述说这番恩怨 心头思潮起伏 他就问 大哥 今后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跟他耗下去啊 瞧黄老邪长寿呢 还是我多活几年 刚才我跟你说过黄长的故事 他寿命尝过所有的敌人 那就赢了 郭靖心想 这总不是法子 但现在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又问 那马道长他们怎么不来救你呢 他们呢 他们多半不知道我在这儿 就是知道 这岛上树木山石古里古怪 要不是黄老邪有心放人进来 旁人也休想能进桃花岛 再说了 他们就是来救 我也是不去的 跟黄老邪这场比试还没了结呢 我跟他耗上了 郭靖和他说了半天话 觉得此人虽然年老 却是满腔的童心 说话天真烂漫 没心眼 言谈之间呢 还很投缘 眼见红日凌空 那个老仆人又送来饭菜 吃过饭以后 周伯通说 我在桃花岛上耗了十五年 我跟你说兄弟 时光可没白费 我在这洞里没事分心 锁链的功夫 那要在别处练 总得二十五年的时间 只是一个人闷练 虽然自知大有进步 苦在没人陪练 我跟谁比划呀 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 郭靖很奇怪 左手怎么能和右手打架呢 诶 能啊 我假装右手是黄老鞋 左手是老顽童 右手一掌打过去 左手拆开之后 还了一拳 就这么样打了起来 说着 当真是双手出招 左攻右手的 打得很是猛烈 郭靖起初觉得十分好笑 但看了几招 只觉得他双手拳法 鬼奇奥妙 匪夷所思 不禁愣愣地出了身 您想啊 天下学武之人 双手不论挥拳使掌 抡刀动枪的 不是攻敌 就是防身 但是周伯通呢 双手却互相攻防拆解 每一招 每一事 都是攻击自己要害 同时呢 又解开自己 另一手 攻来的招数 因此上 左右双手的招数 截然分开 那真是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怪权 周伯通打了一针 郭靖忽然问 大哥 你右手这招 为什么不用足了呢 周伯通停了手 哦 兄弟 你眼光不差啊 瞧出我这招 没用足 来来来 你来试试 说着伸出掌来 郭靖伸掌 跟他相敌 周伯通说 你小心了 我要把你推向左方 话音刚落 尽力已发 郭靖先知道了 心中就有地方 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 还了一掌 两个人掌力相敌 郭靖退出去七八步 就感到手臂酸麻 周伯通说 这一招 我用足了劲 只不过把你推开 现在 我劲不用足 你再试试 郭靖再跟他对上了掌 突然感到 他的掌力猛发猛收 脚下再也站立不稳 直向前摔下去 砰的一声 脑门直撞在地下 一咕噜爬起来 愣愣的发呆 周伯通说 你懂了吗 郭靖摇头 不懂 这个道理啊 是我在洞里苦练十年后 忽然参悟出来的 我师哥在的时候 曾对我说过 已须及时 已不足胜有余的道理 当时我以为是道家修心养性之道 听了也不在意 直到五年之前 才忽然在双手拆招的时候 豁然贯通 其中惊傲之处 只能一回 我也说不明白 我想通之后 还不敢确信 兄弟 你来和我拆招 那是再好没有 你别怕疼 我再摔你几脚 他看这个郭靖啊 脸上有蓝色 赶紧做思想工作 好兄弟 我在这十五年了 只盼有人 能来和我拆招释手 几个月前 黄老邪的女儿 来跟我说话姐妹 我正想引她动手 哪知道第二天 他又不来了 好兄弟 我一定不会 摔你摔得太重啊 周伯通好不容易 有了郭靖这个陪练 他就想多试试招 郭靖呢 见他双手跃跃欲试 脸上一副 心痒难挠的模样 就说 大哥 摔几跤 也算不了什么 发掌和他拆了几招 突然间觉得 周伯通的掌力 忽然虚了 一个收拾不及 又是一跤摔了下去 却被他左手挥出 自己身子在空中 不由自主的 翻了个跟头 左肩着地 摔得确实是有点疼 周伯通啊 有点过意不去 好兄弟 我也不能叫你白摔了是吧 我把摔你这一记手法呀 说给你听 郭靖忍痛爬起来 走进身去 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成锅饭的饭碗 兄弟 你瞧啊 这只碗 只因为中间是空的 才有盛饭的功用 那要是 它是实心的一块瓷土 还能装什么饭呢 郭靖点点头是啊 这个道理不是很浅吗 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过 周伯通又说 建造房屋 开设门窗 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 房子才能住人吧 那要是房屋是实心的 要是门窗不是有空 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 砌上这么一大堆 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周伯通所说的 是老子道德经理的话 只不过呢 他给翻译成白话了 要不郭靖听不懂啊 郭靖点点头 心中若有所悟 周伯通接着说 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 要指就在空柔二字 那就是所谓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大赢若冲 其用不穷 跟着呢 把这四句话的意思 还解释了一遍 郭靖听了 默默的思索 兄弟啊 你师父洪七公的功夫 是外家中的顶尖 我呢 虽然懂得一些 全真派的那家功夫诀窍 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 只是外家功夫练到他那样 只怕已经到头了 而全真派的武功呢 却是没有止境 像做哥哥的我 只可以说是出亏门径而已 刚入门 刚入门 当年我师哥 赢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 那可不是碰运气碰上的 要是他今天还在 加上这十多年的进步 再和东邪吸毒 他们比武 绝不用再比七天七夜 我瞧啊 半天的时间 就能把他们都折服了 大哥 王真人武功通玄 兄弟只恨眉府败见 洪恩师的降龙十八掌 是天下之至刚 那么大哥 刚才摔兄弟所用的手法 就是天下至柔了 不知道是不是 对啊 对兄弟 你说的对 所以说柔能克刚 但要是你的降龙十八掌 练到了红七功那样 我又克不了你了 这还得看功力的深浅 我刚才摔你的这一下 是这样的 你小心瞧着啊 当下仔仔细细 解说如何出招使劲 如何运用内力 他知道郭靖领悟的慢 所以教得很周到 郭靖试了几十遍 仗着已经有 全真派内功的极佳的根底 慢慢也就懂了 周伯通大喜 兄弟 你身上要是不疼了 我再摔你一跤 啊 怎么样 郭靖笑了 疼是不疼了 只是你教我的那手功夫 我还没记住 当下宁神思考 默默的记忆 周伯通是小孩脾气 不住的催 哎 行了 记住了没有啊 快点快点 来来来 这样呢 扰乱了他的心神 郭靖记得反而更加慢了 又过了一顿饭时间 才把这招功夫 牢牢记住 再陪周伯通拆招 又被他摔一跤 两个人呢 日夜不停 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 郭靖是少年人 缺叫不成 要是医治周伯通啊 还睡什么觉啊 就是拆招 郭靖 被摔得全身都是无情于种 前前后后 摔了七八百跤 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啊 就仗着身子骨硬了 年轻 才咬牙挺住 但是 周伯通在洞中 十五年来悟出来的 七十二手空明拳 却也全都传给了他 按说这也值了 没白帅啊 两个人沿袭武功 也不知过了几天 郭靖虽然朝夕想着黄荣 但是没法去找 也只有苦等 几次啊 想跟着送饭的雅仆人 前去查探 总是被周伯通给叫住 这一天吃过午饭 周伯通说 这套空明拳 你是学拳了 以后呢 我也摔不倒你了 咱俩变个法玩玩 好啊大哥 玩什么呀 咱们玩四个人打架 四个人 一点不错呀 正是四个人 你瞧啊 我左手是一个人 右手是一个人 你的双手呢 也是两个人 四个人 谁也不帮谁 分成四面 混战一场 那一定有趣的很 玩是一定好玩 只可惜 我不会双手分开来打 不会 没关系啊 大哥 我教你啊 现在 这么着啊 咱们先玩 三个人相打 当下 周伯通双手分作两个人 和郭靖 拆招比拳 他一个人分作两人 每一只手的功夫 竟然不比双手同时差 只是每当左手逼得郭靖 无法抵挡的时候 右手必然来相救 反之 左手也是这样 那这样 以二敌一 郭靖就占了上风 他的双手又结了盟 就如同三国的时候啊 未属无三家争斗一样 两个人打了一阵 把手休息 郭靖觉得很好玩 忽然间又想起黄荣来 心想 要是荣儿在这 三个人玩六国大交兵 他必定十分喜欢 周伯通呢 兴致勃勃 一等郭靖喘息已定 立即把双手互搏的功夫 交给他 这门本事 可比空明拳 又难了几分 常言说得好啊 心无二用 还说了 左手画方 右手画圆 则不能成规矩 这双手互搏之术 却正是要人 心有二用 而言习的时候呢 也正是 从左手画方 右手画圆开始 郭靖初恋的时候 双手画出来的 不是同方 就是同圆 再不就是 方不成方 圆不成圆的 苦学很久 不知怎么 竟然终于领会了诀窍 双手啊 能任意各成方圆了 周伯通很高兴 兄弟 你要不是练过我全真派的内功 能一神手内 一神尤外 这双手各成方圆的功夫 哪能这么快 啊 就练成啊 现在 你左手打南山拳 右手使月女剑 这是郭靖自小 就由南西人和韩晓莹 传授的武功 拾起来的时候呢 不费半点心神 但要双手分时 却也很困难 周伯通 为了要和他玩四人打架 心急啊 尽力他 教他各种的窍门 过了几天 郭靖已经大致会了 双手互搏呀 周伯通大喜 哎 来来 你的右手和我的左手 算是一波的 我的右手和你的左手 是他们的敌人 双方鄙视一下武艺 来 郭靖正是少年人 对这种玩意儿 哪有不喜欢的呀 当下右手和周伯通的左手连成一气 和自己的左手周伯通 右手打了起来 这番搏击 的确是他一生之中 不但从没见过 而且也是从没听说过的 两个人搏击之际 周伯通又不断教他 如何才能攻的灵力 怎么样才会守得稳固 郭靖一一牢记在心 周伯通啊 只是要玩得有趣 哪知道这样一来 郭靖却学到了一套千古未有的怪功夫 又过几天 这天郭靖又跟周伯通拆招 这次呢 是分成四个人互相混战 周伯通高兴异常 一面打一面哈哈大笑 郭靖究竟是功力还浅 两只手都招架不住 右手一遇险招呢 左手自然而然的过来救援 周伯通的拳法快速之急啊 郭靖呢 他竟是无法回到四手互战的局面 又成为双手合力的三国交锋 只是这时候 他已经熟悉这套怪拳的拳路 双手合力 可以和周伯通的左手或者右手 打个旗鼓相当 周伯通说 哎 兄弟 你没守规矩 郭靖呼的跳开呆了半赏 大哥 我想到了一件事 啊 什么事啊 你的双手的拳路招数全然不同 那岂不是就如同有两个人在各自发招 临敌之际 要是用这套功夫 那就是以二对一 这门功夫可有用得很啊 虽然内力不能增加一倍 但招数上总是占了大大的便宜啊 周伯通啊 只为了在洞中常年哭作 十分无聊 才想出这套双手互搏的玩意儿来 从没想到 这功夫还有克敌制胜的功效 这时候 经郭靖一提醒 把这套功夫从头到尾 在心里头想了一遍 忽然跳起来 窜出洞来 在洞口走来走去 笑声不绝 郭靖见他突然就像中风着魔了 心里大惊 大哥 怎么了 哎 你怎么了 周伯通不回答 只是大笑 过了一会儿才说 兄弟 我出洞了 我不是要小便 我也不是要大便 可我还是出洞了 是啊 大哥 出来怎么样啊 我现在是武功天下第一了 我还怕黄耀师 怎么着 现在我只等他来 我打他个落花流水 兄弟 你瞧着 大哥 你有把握 能够胜他 我武功还是训他一筹 但是 既然已练就了这套 分身双击的功夫 以二敌一 天下没人再胜得了我 黄耀师 红旗公 欧阳峰他们 武功在强 能打得过两个老顽童周伯通吗 郭靖一想也不错 也很替他高兴 周伯通又说 兄弟 这分身护肌功夫的精药 你已经全都领会 现在只差火口而已 数年之后 啊 等到练成做哥哥那样的纯手 你武功是突然间增强一倍了 两个人谈谈讲讲 那都是喜不自胜啊 太高兴了 以前呢 这个周伯通只怕黄耀师来跟自己为难 这时候呢 却盼他快点来吧 我好打你一顿 出出胸中这口恶气 他眼睁睁的向外看着 很不耐烦 要不是知道岛上不知奥妙 早就前去找黄耀师了 到了傍晚时分 那个老仆人送来饭菜 周伯通一把拉住他 哎 你 你你 快去叫黄耀师来 我在这等他 叫他试试我的手段 老仆人呢 只是摇头 周伯通说完了恍然大悟 哎 呸 我忘了 你又聋又哑 兄弟 今天晚上 咱们俩要大吃一顿 伸手揭开食盒 郭静闻到一阵扑鼻的香气 哎 这香气跟往日的菜大有不同 过了一看 见两叠小菜之外 另有一大碗冬菇炖鸡 这正是自己最爱吃的 他心中一动 拿起小勺 舀了一勺汤 一尝 这个鸡汤啊 咸淡香味 跟黄蓉所做的一模一样 知道 是黄蓉特地为自己做的 一颗心啊 不觉得秃秃的乱跳 再瞧瞧其他的食物 别无一样 只是食盒中 有十多个馒头 其中一个皮上 用指甲刻了个葫芦模样 印痕刻得很淡 要是不留心呢 绝瞧不出来 郭静心里知道 这馒头有文章 捡了起来 双手掰开 分成两半 中间露出一个辣丸 郭静剑 周伯通和老仆人 都没在意 顺手就放进怀里 这一顿饭呢 两个人都是食而不知其味 吃了不知什么滋味 一个呢 想到自己在无意之间 练成了天下无敌的绝世武功 右手抓起馒头来吃 左手就打几拳 那也是双手二用 一手抓馒头 一手打拳嘛 另一个呢 急着要把饭吃完 好瞧瞧黄蓉在腊丸之中 藏着什么消息 好容易周伯通吃完馒头 咕嘟咕嘟的喝干了汤 那个老仆人收拾了食盒走开 郭靖急忙掏出腊丸 捏碎了 拿出里边所藏的纸条来 果然是黄蓉写的 上面写道 靖哥哥 你别心急 爹爹已经跟我和好 等我慢慢求他放你 最后是荣耳两个字 郭靖大喜呀 狂喜之下 把纸条给周伯通也看了 周伯通笑了 有我在这 他不放你也不能了 咱们逼他放 不用求他 他要是不答应 我把他关这洞里 关上十五年 不对 还是不关的好 别让他在这洞里 也练成了分心二用 双手互搏的奇妙武功 不让他练 不给他这机会 眼见天色 渐渐黑了下去 郭靖盘膝做下用功 只是心里头想着黄蓉 久久不能宁定 隔了很久 才达到 静虚悬末 胸无杂虑的境界 把丹田之气 在周身运了几转 忽然心想 要是练成一人做二 左右分机的上乘武功 内息运气 也得左右分别 各不相扰才是 当下 用手指按住鼻孔 分别左呼左吸 右呼右吸的 练了起来 练了大约一个更次 自觉略有进步 只听得风声唬唬 睁开眼来 但见黑暗中 长须长发 飘飘而舞 周伯通正在练拳 郭靖睁大了眼 宁神注视 只见他左手打的 正是七十二路空明拳 右手所打的 却是另一套 拳真派掌法 他出掌发拳 势道很慢 但是每一招发出 仍然是带着 糊糊的掌风 足见 柔中寒刚 这个尽力 非同小可 郭靖只瞧得 钦佩一差 正在一个打得忘形 一个瞧得出神的时候 忽听周伯通叫一声 哎哟 接着啪的一声 一条黑油油的长东西 从他身旁飞起 撞在远处的树干之上 像是被他用手扔出去的 郭靖见他身子晃了几晃 吃了一惊 急忙抢上来 大哥 怎么了 周伯通说 不好 我被毒蛇咬了 这可糟糕透顶 郭靖更惊啊 忙奔进身去 周伯通神色一变 扶住他的肩膀 走回严洞 撕下一块衣巾来 扎住大腿 让毒气一时不智 行到心中 郭靖从怀中取出火辙 晃亮了一看 心里边凸得一跳啊 只见他一只小腿 已经肿得比平常 粗了一倍多 周伯通正练功呢 被毒蛇咬伤 小腿啊 当时就肿了 肿得比平常粗了一倍 郭靖大惊啊 周伯通说 这个岛上 向来没有这种 奇毒无比的轻腹蛇 不知从哪来的 本来我正在打拳 蛇也不能咬到我 偏偏我两只手 分打两套拳法 这一分心 哎 郭靖听他声音发颤了 知道他受毒挺深 要不是以上城内功 强行抵御 早已经昏迷而死了 荒急之中 弯下腰去 就在周伯通的伤口之上 用嘴吸 周伯通急忙叫 使不得 这蛇毒非必寻常 你一吸就死了 可这时候啊 郭靖 只求救他的性命 哪里还想到自身的安危呢 右臂牢牢按住他的下身 不住的 不住的 在他窗口之上 使劲的吸 周伯通 想要挣扎阻止 怎么成呢 他的全身已然酸软 动弹不了了 再过一阵 他晕过去了 郭靖 吸了一顿饭的功夫 把毒液 吸出了大半 都吐在地下 毒力减小了 再加上周伯通 功力深战 所以他晕了半个时辰 重新又醒过来 兄弟 做哥哥的 今儿是要归天了 临死之前 结交了你这位 情深义重的兄弟 做哥哥的 很是欢喜 郭靖啊 跟他相交的日子虽浅 但两个人都是直性子 肝胆相照 就如同是数十年的 知己好友一般 这时候 见他的神情 啊 就要死了 不由的泪水滚滚而下 周伯通欺然一笑 哎 那九阴真经的上卷经文 放在我身下土中的石匣之内 本该给了你啊 但是 你吸了腹蛇的毒液 生命也不长久 咱俩呀 在黄泉路上携手同行 倒是不怕没办玩 在殷氏玩玩四个人 啊不 四只鬼打架 倒也有趣 那些大头鬼 无常鬼 一定瞧得莫名其妙 鬼色大便 说到后来啊 哎 又高兴起来了 郭静听他说 自己也就要死 可是自己觉得 全身没一点要死的表现呢 他打着了火车 要去查看他的伤口 火车烧了一阵 只剩下半截 眼见就要熄灭 他顺手摸出黄蓉 夹在馒头中的那张字条 在火上点着了 想在洞口找些枯枝败叶来烧 但是这时候 正当盛下 草木正盛 在地下一摸呀 湿漉漉的 尽是青草 点不着 他心里头着急 又到怀里掏摸 看看有什么 纸啊 这类的东西 可以引火 右手探入衣囊 碰到了一张 相簿又不是簿 相格又不是格的东西 什么东西 原来是没超风 用来包裹匕首的那个东西 这时候也来不及细想 取出来就搁在火上点着了 伸到周伯通的脸前 要瞧瞧他脸色如何呀 火光映照之下 只见他脸上灰扑扑的 照着一层黑气 原本一张白发童颜的孩子脸 已经全无光彩了 周伯通见到火光 向他微微一笑 但是 他看郭靖这个面色如常 没有丝毫中毒的 这个现象 大微不解 正寻思呢 眼一瞥 见他手里边点着了火的那张东西上 写满了字 宁神看 哦 密密麻麻的 都是练功的密傲和口诀 只看了十多个字 他就知道 这是九阴真经的经文 蒙的一惊啊 来不及细问这东西 从哪来的 当即举手扑灭火光 吸了口气 兄弟 你服过什么灵丹妙药吧 为什么这么厉害的蛇毒 不能伤你呢 郭靖一愣想起来了 一定是因为喝了身仙老怪的大腹蛇的血 哦 大哥 我想起来了 我曾喝过一条大腹蛇的血 也许是因此不怕蛇毒 周伯通指着掉在地下的那片人皮 兄弟 这是质宝 千万不可悔了 话没说完 又晕过去了 太激动了 郭靖这会儿啊 也不理会什么质宝不质宝的 忙着替他推功过血 却是全然无效 摸摸他的小腿 好家伙 伙势的烫手 肿得更粗了 只听了 这个周伯通嘴里还有声音 四张鸡 鸳鸯之久欲双飞 郭靖问 大哥 你说什么呢 可怜为老头显白 可怜 郭靖见他神志糊涂了 不知所云 心里头太着急了 跑出洞区跳上树顶 高声的喊 荣儿 荣儿 黄岛主 救命啊 救命 但是 桃花岛周围数十里 地方太大了 黄药师的住处离这儿远着呢 郭靖你喊得再想 别人也没法听见 过了一会儿 山谷间传来 黄岛主 救命啊 救命 这是回声 郭靖跳下地来 束手无策呀 危急之中 一个念头突然在心中闪过 这个蛇毒 既然不能伤我 我的血 可能有克制蛇毒的功效 他来不及细想 在地下摸到周伯通平常喝茶的一只青瓷大碗 拔出匕首 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 让血流在碗里 流了一会儿 鲜血凝结 再也流不出来 他又割一刀 再流了些鲜血 扶起周伯通的头 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左手撬开他的牙齿 右手把小半碗血 往他嘴里灌了进去 郭靖身上放了这么多的血 就算是体质健壮 也感到酸软无力 这就跟现在献血似的 总也得休息两天吧 郭靖身上没劲 那是正常的 他给周伯通灌完血以后 靠上石壁 就沉沉的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忽然觉得有人 替他包扎胳膊上的伤口 睁开眼来 眼前白须垂涕 正是周伯通 郭靖大喜 你 你好了 周伯通说 我好了兄弟 你舍命救活了我 来索命的无常鬼 大失所望 知难而退了 郭靖瞧他腿上的伤势 见黑气一退 啊 只是红肿了 那是全然无碍的了 这一天早晨 两个人都是静坐运工 培养元气 吃过中午饭 周伯通就问起那张人皮的来历 郭靖想了一会儿 这才记起来 于是呢 就述说二师傅朱聪 如何在龟云庄上 从梅超峰怀里连匕首一起偷过来 他后来见到 上边所赐的字 一句也不懂 就一直放在怀里 也没加理会 周伯通沉吟半赏 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郭靖问 大哥 你说这是至宝 那是什么呀 啊 我要仔细瞧瞧 才能回答你 也不知这是真还是假 既然是从梅超峰那来的 想必有些道理啊 兄弟 接过人皮啊 他从头看了下去 当年王重阳夺这个经啊 绝无私信 只是要为武林中 免除一个大患 因此疑讯本门中人 不许沿袭经中的武功 师兄的遗言 周伯通当然说什么 也不敢违背 但是想到黄药师夫人的话 只瞧不练 不能算违背遗言 因此在洞中十五年 忽作无聊 已经把上卷经文翻阅的滚瓜烂熟 这上卷经文中所记载的 都是道家修炼内功的大道 以及全经建理 并非是克敌制胜的真实功夫 那要是没学到下卷中的实用法门 光知道诀窍要旨 那还是衣无用处 周伯通这十多年来 无日不再揣测 这个下卷经文中 啊 该写这些什么呢 所以啊 一见这个人皮 就知道 必然和九阴真经有关 这时候再一反复推敲 确知 正是和他一生关联巨大的 下卷的经文 他抬头看着山洞的洞顶 真是难以决定啊 他爱武如狂 见到这部天下学武之人 视为至宝的经书 实在是想研习一下 其中的武功 这既不是为了争名争裕 抱怨复仇 也不是好胜逞强 借此横行天下 那纯是一股啊 难以克制的 好奇爱武之心 太想知道 这个经中武功练成之后 到底是怎么样的厉害法 想到诗歌所说的故事 当年那个黄肠 越遍了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万寿道藏 苦思苦想四十多年 终于想明了 能破解各家各派招数的武学 其中所包含的奇妙法门 自然是非同小可 啊 那个黑风双煞 只不过得了下卷经文 练了两门功夫 就已经如此横行江湖 那要是上下卷 尽数融会贯通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哎呀 可是师兄的遗讯 却又万万不可违背 左思右想 叹了一口长气 把人皮放进怀里 闭上眼睡了 睡了一大觉醒过来 他用树枝撬开洞中泥土 要把人皮和上卷经书 埋在一块 一面挖呢 一面还唉声叹气的 突然之间 他又欢声大叫 哎 试了试了 好 这正是两全其美的妙法 高兴极了 郭经文大哥 什么妙法啊 周伯通只是大笑不答 原来呀 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这个郭兄弟 并不是我全真派的门人 我呀 我把精中的武功交给他 让他全都学会了 然后一一掩饰给我瞧 那岂不是过了我这心仰难挠的瘾吗 哎 我这可没为了师哥一讯 好主意 正要对郭靖说呢 转念一想 不 他口气中 对九阴真经 颇为讨厌 说那是阴毒的邪恶武功 其实 只因为黑风双煞 单看下卷经文 不知上卷所写的 养气 归原等等 根基法门 才把最上乘的武功 练到了邪路上去 我呀 我先不跟他说明呗 等他练成之后 再让他大吃一惊 那时候 他功夫上身 就算大发脾气 可再也甩不掉 哎 挺有趣 周伯通这个人呢 天生的胡闹顽皮 人家骂他 气他 他并不着脑 爱他 宠他呢 他也不放在心上 只要能够干些 作弄旁人的恶作剧玩意儿 那就再也开心不过 这时候心里头想好了 这番主意 脸上不动声色 一本正经的 对郭靖说 贤弟啊 我在洞里待了十五年 除了一套空明拳 和双手互搏的玩意儿之外 还想到许多旁的功夫 咱们闲着也是闲着 我慢慢传你 如何呀 郭靖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只不过容儿说 就会设法来放咱们出去 那他放了咱们出去没有啊 那还没有啊 这不结了吗 你一面等他来放你 一面学功夫 不成吗 嗯 那当然成 大哥教的功夫 一定是妙得很 哎 这就对了 周伯通啊 暗暗好笑 心说别高兴 你是上了我的大弹了 当下一本正经的 把九阴真经 上卷所载的药纸 选了几条 说给他听 郭靖自然不明白 于是周伯通 耐了性子解释 传过根源法门 周伯通又照着 人皮上所记有关的 全路建树 一招招的 说给他听 只是自己呀 先到一边去 看过了记住 再传 传功的时候 绝不向人皮 瞧上一眼 以防郭靖起疑心 这番传授武功 可和普天下 古往今来的交舞 大不相同 所教的功夫 教的人 自己是全然不会 他只用嘴来讲解 绝不出手示范 等郭靖学会了 经上的几招武功 他就以全真派的武功 和郭靖拆招视权 果然 经上武功 妙用无穷啊 就这么着 过了数日 眼见妙法收效 九阴真经中 所记载的武功 渐渐的移到了郭靖身上 而他呢 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丝毫不绝 周伯通心里不禁大乐 连在睡梦之中 也常常笑出声来 这数日之中啊 黄荣总是为郭靖 烹调可口的菜肴 只是并不露面 郭靖心里头一踏实 练功进步更快 这天 周伯通教他练 九阴神抓之法 让他凝神运气 以食指 在食壁上练功 郭靖 一法练了几次 忽然起疑 大哥 我见梅超风 也练过这个功夫 只是他用活人来练 把五指插入 活人的头盖骨中 残暴得很啊 周伯通一经 心想这就对了 梅超风不知练功的正法 见到下卷经文中说 五指发尽 无坚不破 催敌手脑 如穿浮土 他不知经中所说的 催敌手脑 是攻敌要害的意思 还以为是 以五指 去插入敌人的头盖 又以为练功的时候 也要这样 这九阴真经 源自道家法天自然之指 驱魔除邪 是为饱生养命 岂能教人 去练这种残忍凶恶的武功呢 那个婆娘 真是糊涂得很 郭靖兄弟 既然已经起疑 我不能再教他练这门功夫 于是就说 啊 呃 梅超峰所学的是邪派功夫 和我这玄门正宗的武功 如何能比啊 哎 好 好吧 咱们先不练这神抓功夫 我 我再教你一些内家的要诀 啊 说这话的时候啊 他已经打好了主意 我呀 我把上卷经文 先教他记手 通晓了金钟所载的根本法门 那时候 他再见到下卷经文中所载的武功 必然觉得顺理成章 再也不会起疑 于是呢 一字一句 把上卷真经的经文 从头念给他听 经中的经文中 经文中所说的 巨句 含义 深奥 字字 运续 玄机 郭静 郭静一时之间 哪能领悟得了啊 周伯通见他资质太过迟钝 就说一句 让他跟一句 反来覆去的念诵 数十遍之后 郭静呢 虽然不明白 这个句子中的意义 却已经能够朗朗背诵 再念数十遍 已经牢记心头 又过数日 周伯通 一把大半部经文 交了过境 让他用心寄送 同时呢 照着经中所说的 修习内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